主席 邀請部長 請嚴部長 文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我們全國人民為了防疫 我們大家都很配合 可是至今 因為我們的海軍 我們的防疫破功了 你的感想如何 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這次的任務我也報告過 它的必要性 它跟重要性 所以我們最後的決定 防疫跟戰訓相結合 兼顧 然後讓它出去的 所以這個在防疫方面 它的多慕遠航 我們的確做了一些調整 把它去的地方都減少了 然後把航程也縮短了 那相關的防疫 報告裡面我知道了 這個報告裡面有 我知道 所以發生的事情 我們覺得很遺憾 好 那當初裡面國防部說 沒有人可以上傳 連當地的居民或是僑民都不可以上傳 可是我剛剛有接到一個相片 圖片可說真相 明明是有人上傳 很多僑民都 而且拍的照 一大堆人拍照 流影 這怎麼解釋 是 報委員 那副司令跟您說明 報委員 那個在我們的 今天的報告的附件 有一個圖片 那個圖片 是我們與當地的大使 還有地方的政要 還有我們的僑胞 這是我們官事拜會的 官事行程的一部分 我們希望 在這個行程 我們共同舉行聯合升旗典禮 讓我們的國旗 在地區去做一個展現 所以這個時間點 簡單說就好 時間有限 簡單說就好 有沒有讓僑民上傳 配合這個典禮 由大使館邀請 有 還是沒有 好 那為什麼 部長你們每次說話 顛三島是 記者追多少 問多少 講多少 跟那擠牙膏一樣 一直擠慢慢擠慢慢慢慢講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國經講話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講話不算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之前在其他的時間報告 是我們沒有開放民眾參觀 我們每個敦幕出去之後 都會做艦艇的開放參觀 這是民眾參觀 現在防疫又不一樣啊 像防疫期間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們取消了 取消了民眾參觀 但是對於官司的活動 我們也做好相關的一些的防疫的檢查 所以我們把這個上傳的人 沒有代言者 還是有 我現在只要說有 還是沒有而已 因為跟你們原來的報告都不一樣 那部長 部長我再請問一下 昨天下午 我們趙偉友想要請你去做解釋 可是你告訴他說你在防疫中心開會 結果到最後 不是在防疫中心 是在某某委員的辦公室 然後在協商 怎麼演出今天這一局 今天是不是按照你們的劇本在演出啊 為了要演副總統 按照你們的劇本演出 是不是從早上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昨天的事情 防疫中心 沒有通知我們國防部 從昨天開始沒有通知 不是防疫中心啊 是我們趙偉說請你做解釋 可是你說你到防疫中心要開會 可是到最後 我沒有說過我要去防疫中心 昨天我不在防疫中心 當然當然最後不在啊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我要去防疫中心 所以說被抓包嘛 我不知道誰常話 是不是 如果委員這樣說我回去會查 你是不是串控 我回去會查 我們絕對沒有交代說 告訴交易我在防疫中心 因為你們這樣子 所以你們都已經談好了 所以我們這一份報告啊 我們手上這份報告是昨天 11點33分 我們才接到這一份報告耶 我從來沒有想說 我半夜還要起來看文件 這是我第一次 謝謝你 因為你們的努力你們的串供 讓我們11點33趕快起來接 昨天不敢睡一直要等到消息出來啊 所以真的喔 我們國軍真的不能掩護上級 好 3月31號張善淳這個召集人 防疫中心召集人 他就有說 如果嗅覺未解有發生異常狀況的話 就要列入採檢 好 4月1號的防疫中心也知道說 宣佈嗅覺未解必須通報 可是早上我要請一下會部 早上我們林委員在問你 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你說你還要去查 那就很奇怪啦 相片3月31號都在啦 你還要說還要去查 你查了半天 從早上查到現在 查出來沒有 什麼時候公布的 3月31號已經在記者會上講 4月1號就有新聞稿 然後4月3號的話 我們有這個公文發出去 那早上為什麼會說 林常作委員會說 為什麼會說我還要去查 因為署長他可能當時還沒有一個資料 那不經常狀況啊 那不經常狀況啊 是直系聯繫還是橫向聯繫有問題啊 我們在檢討 每次開完會什麼事情都要檢討 不然就提出報告啦 每次都是這樣子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4月3號發出通告對不對 那我們國軍什麼時候接到這個通告 為什麼你要到4月7號才上劍子部通知 到4月9號我們劍子部才知道這個事情 為什麼一個公文旅行要旅行這麼久 如果這是黃毅作戰的話 如果這是戰爭的話 那我們要等一個禮拜 我們都不用走了 一個作戰 一個文件流程 要一個禮拜 4月1號開始 到4月9號我們才收到 那軍一級是幹什麼用的啊 是在做什麼 通報都不通報啊 那我這真的是有點 好 請回答 作為法委員 這一點委員也看出來了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 我們有做檢討 昨天的調查報告裡面 就檢討這一塊 就是訊息 疫情的訊息傳遞 真的是太離譜了 不落實 我們有檢討 檢討 又來了 又是檢討 我們會再檢討 因為他有舒適 4月9號 是不是還要再繼續檢討下去 4月9號已經接到通知 4月9號總統也會到港口去歡迎我們的國軍回來 對不對 4月13號 Però我們的軍 軍士兵還在船上 他在船上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通知他們 這個有檢疫有發熱有什麼的 不要下船 可是都沒有裁檢 就就讓他們直接就地解散 早上的船長就講說這個解散不是我能決定的,是由誰來決定的 那我現在想知道,他是聽指揮,他說不是我的意願 早上我們有聽到他講,我沒有辦法決定,不是我的意願,我是聽指揮 請問一下,這是誰來指揮的,學校打的命令 因為敦睦艦隊是劍指部他們在執行,所以我們研判應該是劍指部來做了決定 然後我問快一點,我時間很少 報委員按照指揮體系就是由上而下,他的上一級是劍指部 劍指部,你們的聽順點只到劍指部 報委員,我們是有按照這相關的都是由他的權責的 報委員,您關切的,我們一定會納入檢討,然後找出原因來 我想請問一下,從3月15號出船到台灣,你們的確定是30天 難道我們沒有考慮到說,像我們的軍艦密閉式的空間 就是並美傳播的最好的溫床 那你看看,我們羅斯五號,或是鑽石公子號,或是戴高了 都是因為這種密閉式的空間,所以他傳播的特別快 難道你們要讓他們解散之前,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嗎? 所以當初報委員,我們的檢疫的標準就是依照CDC他們的指導 就是參照農委會預約署外籍的,進來的30天的一個檢疫 他並沒有做一些篩檢,所以我們也納入檢討 我們是不是自己未來 又是檢討,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是用檢討來解決 因為有書師叫檢討,檢討就是要進步,求精進 因為當初做的標準,檢疫的標準是按照這個30天的標準 我只是要讓國人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國軍用檢討來解決事情 都是用檢討來解決事情 因為現在發生問題 現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我們不是用道歉或是檢討可以解決事情的 再來我要想問一下 我們的漢光演習從4月延伸到9月,推演到9月對不對 這是誰拍板決定的 因為4月不能做,這是我決定的 因為漢光演習的秘密空間 那你不用跟總統報告嗎? 三軍統帥,你不用跟他報告 我們的演習是這麼大的事情 每一年都要需要演習 因為疫情你可以推遲 沒有,我們也同意 可是這個事情都不用跟總統報告嗎? 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報告 你有報告? 我今天委員才跟我講 我當然有報告 這是在軍事重大演習 所以是他拍板定案對不對? 沒有,是我決定的 我跟... 那你要跟總統? 三軍統帥在做假嗎? 對,我跟總... 都你們決定就有了 我都不用決定 我是跟總統報告現在防疫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把... 他是三軍統帥,你不用跟他報告嗎? 有報告,總統同意啊 他同意 所以他是拍板同意還是說 就尊重 他是尊重還是拍板同意? 這個兵器... 這個很不一樣喔 尊重跟拍板是不一樣喔 我要了解,是拍板還是說尊重? 所以我還問的是敦牧的遠航訓練 我在總統府的例行會議 就是小金台有跟總統報告 是2月19號 好 所以我跟總統報告 我跟總統報告... 那他是拍板 我現在講那麼多不用 拍板還是尊重? 拍板是... 同意? 拍板是我合定的 那三軍統帥 那你三軍統帥,你做就好啊 總統是尊重我的決定 他都不用決策啊 他都不用管喔 你決策你當然要徵求他的同意啊 因為他是三軍統帥啊 那像這樣...再來 他的決策 我覺得應該是他的決策 如果三軍... 你現在是要cover他嘛 反正你們的軍... 那個什麼什麼... 現在喔 軍中兄弟都在緩談了啦 對這件事情喔 他們會常的緩談 那我想請問一下 再重要 很重要的一點說 我們的都睦監督要出訪 我們都睦監督要出訪 是尊重還是有拍板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一個這麼重要的任務 不是要跟外交部 跟那個朝委會 跟很多單位 跟那個防疫署 不是全部都要集合開會嗎 為什麼到最後用尊重兩個字 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怎麼會這麼簡單 總統關心的是防疫 所以我也跟總統報告 我們這次的遠航訓練 那這次出疫 也要牽涉到防疫啊 因為這疫情這麼緊繃的時刻 我都報告了 我們連漢官演習都可以推遲了 可以延後了 為什麼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不能延後 我們的這個訪問 都睦監督不能延後呢 所以我都做了報告 這兩者都兼顧 那好 好 謝謝 再給我一張 謝謝 主席再給我一張 總統是軍人的靠山 這是我去替你們講 總統是你們軍人的靠山 他曾說的啊 是他要做你們的靠山 可是今天事情發生了 他卻要這個事情啊 我只一個道歉 然後就懲處這個懲處那個 他還說嚴重懲處 嚴加懲處不是嚴重 嚴加懲處 那我想看看 他不是你們的靠山 他為什麼沒有替你們講講講話 為什麼沒有說 國今這次事情是我的拍板的 我的定義 我的定案的 而且我因為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特別任務 我還有特別任務 秘密任務 為什麼他不講 由你們來承擔 由所有的軍官兄弟來承擔 那一些軍人啊 我們要考慮他看看 他也是奉命行事 一個軍官跟士兵們 他們都是聽命行事的 我們現在不能怪到他們 他們受益已經很可憐了 我們應該要替他們著想 不要把這事情全部怪到他們身上 我們不會這樣子 謝謝溫委員 謝謝 謝謝 現在請萬美林委員